我們今天繼續講一下機械園的168年統測 我們繼續討論第11題 第11題是一個選擇題 有關齒輪轉動 齒輪轉動在第11章 不對 第10章 如果你不清楚的話 回去看老師一張黑板一張重點 那邊有把第10章的所有重點講清楚 齒輪轉動的敘述合者正確 我們來看一下ABCD 記住要選正確的A 螺旋齒輪轉動的時候 兩個螺旋齒輪的螺旋角一定要相同 是的 兩個螺旋 因為螺旋本身就你可以想像是一個斜的梯形 梯子卷起來的 像這樣 像一個卷形卷 上面叫螺旋角 下面叫導層角 導層角對的就是導層 這個在螺旋那一張 所以我講的很清楚 不清楚趕快回去看複習 那兩個螺旋齒輪 你要能夠念合你的螺旋角一定要相同喔 才可以一個凸一個凹卡在一起嘛 對不對 螺旋齒輪也一樣 是的 所以正確答案就是選A 再來我們看B 正齒輪轉動 什麼叫正齒輪 正齒輪就是兩個齒輪 也就是主動輪或者是蟲動輪的那個轉軸 是平行的都是叫正齒輪 兩個這樣轉的 一個這樣轉一個這樣轉 兩個這樣轉正齒輪 正齒輪系就是剛才老師講的第一 他說主動輪的 主動齒輪的軸線跟蟲動齒輪的軸線 相交成一個角度 主動不是相交一個角度 是平行 所以這裡復興講 主動輪的軸跟蟲動輪的軸 有三種關係 一種是平行 一個是相交 一個是不平行也不相交 這個叫封建中的兩條線是相離的 相錯開的有沒有 不平行也不相交 就像這樣子 那像這種齒輪不平行不相交 叫做歪斜輪系 在數學上叫做歪斜線 如果不知道問你們數學老師 如果有相交的叫斜齒輪系 斜齒輪系 有哪些是斜齒輪系 不清楚趕快去複習一下 所謂平行的是正齒輪系 你知道嗎 所以這題他說 是相交成一個角度不對 正齒輪系應該是平行系 所以B是錯的 不要選它 再來我們看C 兩個相捏合的正齒輪 其工作深度是齒根的兩倍 對 這在齒輪的定義 你要知道什麼是齒根 什麼是齒罐 什麼是工作深度 忘記了趕快回去看 不是齒根的兩倍 是齒罐的兩倍 把根大叉寫上一個罐 所以工作深度是齒罐的兩倍 這個是啊 所以C不要選它 再來 中 會保持兩奈合齒輪的角速度 維持一定的比值 也就是Om1跟Om2 相比是一個定值K OK 他說兩個齒輪的接觸點 接觸點 嗯 接觸點 一個齒輪喔 它接觸大概會有在三個點 一個是接觸點 中間那個是節點 對不對 會有大概接觸 接觸點的供切線並經過節點 不對 是供打線 什麼叫切線 切線就是跟你接觸面相切 對不對 發線會通過接觸面 其實接觸點的直接連線 就是 接觸點 剛才有說齁 兩個齒輪 這個可能畫的 它會有接觸兩個點 你把這兩個點直接連線 就是供發線 應該是供發線要通過接點 你知道齁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齒輪 基本Value 一定要成立 才可以 你這樣知道齁 所以這點講 錯了 不施工切線 施工法線 所以 度 也要選 所以你要選正確 所以我們要選 A 這樣知道齁 你如果這些檢討 有一些不清楚的 你要不要快會去 錄行歷史照 齒輪 對面 這樣非常好 科大 才有幫助 你知道齁 來 我們請漂亮的小禎 我都會知道 小天使小禎 幫我來看他那個點